那请同学翻开第一页 这个文化人类学的这个重要内涵 这个很重要 请同学要记 这个定义我们有讲过主要你用科塔克的 这个定义就可以了 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分析研究解释 人类社会的这个相似性跟相义性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比较重要是明族誌 明族誌你要记 那个明族誌 各位同学应该知道他是建立在田野研究 基础 然后所做的第一手资料以后来撰写这个明族誌 你要记得 明族誌是建立在田野研究 这个或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来书写 书写 那这个明族誌的对象可能是社区 可能是族群 也可能是一个部落 或是一个地方都有可能 那这个范围是非常大 通常 我们讲明族誌 都把狭隘定义为一个部落 其实不对 还包含地方 社区 这个都可以算是明族誌 那 这个明族誌 我们国家考试有经常考的 请你举出一个明族誌 来介绍 那老师经常跟你讲过 我们很多学生患了一个 最大错误 经常是把潘乃德的那个菊花以剑 当作明族誌 那个不对 千万不要再弄 不要再写了 不要再写 那接下来是明族学 是两种以上的 明族誌 明族誌 他所做的一个 综合性或比较研究 那这个 我们称为民族学 民族学 好 那我们讲过了 文化人类学 那在美国称为文化人类学 在 欧洲的国家称为社会人类学 那他主要是研究 这个什么 人类的行为着重于 这个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 我们在上课讲过了 为什么 在台湾的这个大学上课 一般都比较安静 很少问问题 因为受到传统的文化里面 尊师重道 无从权威的一个习惯 是这样 这个像西方的国家 就没有这样的文化因素 他反而重视平等 强调追求真理 跟事实的重要性 所以 不惜跟老师讨论 甚至要推翻老师的理论 这个 这个说实在 世代之间也可以呈现这个问题 像在我们台湾社会很多人研究过 现在的三年积升 四年积升 五年积升 一直到六年积升 这个世代的 世代 长大的人 对于 领袖权威 对组织的 对组织 都非常的怎么样 非常的信 服从 非常的服从 但是七年积升以后 包括在这各位可能九年积升 对这个 服从权威 这个要求严格的织律 好像不会太在意 这个很差距 前端日子 有一个 同事问我说 郭台铭怎么会相信 朱立伦 这个 这样 这个 这个 炸毒 为什么 他 为朱立伦的 这个命令 然后 他的指示 完全去胡同 他是一个 大企业家 是一个 台湾守护 怎么会 会这样 朱立伦 跟他讲的东西 他都很相信 为什么 因为郭台铭 这种三年积升 他们从小 包括在老师这一代的 五年积升都一样 对于 对于组织的 纪律 对于领袖 的一个指示 都会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 尊崇 跟服从 就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我必须要遵守他 这种 从小就是一种什么 文化形塑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 对于 这个主观观 还有这个团体的距离 都很在意 可是大概从 六年积升后半段 或是这种七年积升以后 这种 这种想法都不太了 比较淡薄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传统文化的因素影响 如果你仔细给他 推断的话 这是一个文化因素 所造成一个人的 思维 跟行动 他会这样来想 这样来想 那接下来 这个研究特色 你一定要记 文化人类学 研究最大特色 当然就是我们讲的 餐饮观察 或是田野调查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第六的 非常重视非主流意见 你可以把六 这个提到二来 就是说他很注重 非主流意见 包括弱势 少数 这些族群 这些族群 这个的意见 不是以 这个主流 统治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 然后他是一个全貌性或是跟完整性的一种研究 全貌性跟整体性的研究 我们讲过全貌性跟 跟整体性是不一样 全貌性是从 这个纵观的观点 从古到今 整体性的研究是看一个平面 各种文化因素的 密切的关系 然后他也是比较研究多样性 我们讲过量化研究是在1970年代以后受到 社会学科以后 人类学也适度的在采用 这个是大概是这样 第二个 中药的理论学派 中药理论学派老师有讲过 这个 并不一定所有的学派 你都要完全去理解 但是 第一个 学派 这个演化论 或是我们讲进化论 一定要记 这是人类学第1个最有名的这个学派 那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那这个最著名的摩根跟泰勒 他用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个观点来研究 这个文化人类学 然后接下来 比较重要的在第3页 批判学派 也称为历史学派 这个你一定要记 那这个是以包雅史为主 他的门生顾虑满天下 在第3页 批判学派 有没有 批判学派 那包雅史当然他反对 这个进化论 跟传播论的这种观点 他认为研究人类社会要从历史走索 从历史走索 那 透过历史的研究 才能看出一个族群 或文化一个脉络体系 那 你不这样做的话 这个 对一个 人类的文化社会 理解都会受到限制 那也因此他批判以前的学派 所以也被称为批判学派 大概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 行贸学派也很重要 行贸学派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撒比尔 撒比尔 这个 他强调语言的关系 文化跟语言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是 潘乃德 潘乃德 接下来我们看第4页 第4页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工人结构派 有没有 以马林洛斯基为主的工人结构协派 然后他还有 那他最重要是奠定的一个 江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 这个什么 我们讲的成年底 人类学家必须要历经的一个学术研究 学习的过程 那除了 除了他以外 瑞德克里夫布朗 伊文斯普里查德 那个工人派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西方 人类学的主流派 主流派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在第5页的象征学派 象征 象征人类学很重要 我们上次讲过 象征人类学他主要受到这个 社会学的象征互动论的影响 他的概念 用在人类学做方面研究 那这两这个象征学派 比较两个代表人 一个是 这个 这个都那 另外是幻记内波 那最重要的观点 提出来的就是过度仪式 过度仪式 在第2 这个幻记内波的这个过度仪式 这个很重要 不管是考解释名词还是考生问题 然后心理学派主要代表者是潘乃德 那潘乃德 这个他研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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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始社会 还有现代社会 他大概 提出一个很重要结论 这个在第6月的第 第1行 第6第1行 儿童的训练对人格形成 有重要 重要 文化透过一个 一个个传承下去 就是他提到一个总结 人格是文化形塑出来的 人格是文化形塑出来的 这个这个结论 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 你在哪个人刚长大 哪个文化底细长大 你的 言行思维方式 自然而然 就 就是这样 你要去改变他 不是不可能 但非常不容易 像那个老师经常讲 像老师在疫情 还没有发生之前 每隔两三年 到大陆去参加研讨会 遇到他们的 这些的教授 或是他们学生 研究生 他们还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 那这个民族大中华意识 这个民族意识 是国家主义非常强 那这个 都一直 在主张说 这个美国人 喜欢国家在欺负他们 然后觉得台湾一定要 这个跟中国统一等等 这个观念很难去改变 即使他已经 到西方去留学 接受西方的教育 可是那种民族自由理念 并没有在他们脑袋里面怎么样 成长 他们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大陆 这个去年最有名的贺岁片 有没有听说叫满江红 有没有 就岳辉的故事 那他把 他把那个岳辉 的事迹 搬到这个 这个电视荧幕上来 这个电影 拍电影 其实大陆很多历史学家 都觉得那个电影有点荒谬 里面 真正的要杀岳辉的人 大家都知道那是宋高宗 对不对 根本不是 群快 群快只是执行命令的人 可是那个剧情把他描写 宋高宗好像 跟他没有关系 是群快一意孤行 一意要这样整 整 整月灰的 那个实在是违反死实 那他们要行出强烈的民族主义 然后是这样搞 才是 怎么说 从小他们就接受这样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 那你说要改变他们 很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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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陆上很多历史学家很感慨 说这样的电影 这样的电影 而且是大陆的 去年的贺岁片 这个 观看了好几亿人 那这个 他们这样的洗脑 这个扭曲了历史的事实 对不对 历史的事实 但是要改变他们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那这些大陆的学者 就摇头探记 说 这样的结果 我们将来怎么样从事历史教育 这个很麻烦 对不对 还有一个最有名的故事 这个三国时代最有名草船借鉴 对不对 草船借鉴的那个男主角 不是诸葛亮 是孙权 是孙权 孙权 那个草船渐渐的故事 三国志 相关系的史书 记得很清楚 出那个点子的 是孙权 不是诸葛亮 但是我们的小说戏剧 都把它描写为诸葛亮 事事而非 这个大陆上前段 前几年在拍那个三国有没有 强化了这个诸葛亮的这个神奇的功效 大陆上学者也是 这个 说实在是太夸张 明明史书上是错的 你干嘛还要强化这种历史的错误的理解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一个文化型对一个人格影响太大了 好 那接下来 这一派的人 这个非常强教 心理跟 这个 这个文化上 怎么样解释这些问题 最重要的全世协派你把它记起来 这个葛字代表的全世协派 在第六页 这个很重要 全世协派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学派 我们讲过 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 有四个